大家好 我是流美二十一年后 回国发展的周博士 上个视频 我谈了自己1997年 在美国纽约参加香港 回归游行的回忆 游行是在上午举行的 向我们便去参观 斯贸大厦 见识一下 曼哈顿的繁华 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和91120周年 直进 我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登顶911前的 斯贸大厦的回忆 旧的斯贸大厦 有110层高 可以通过电梯 直接来到楼顶 电梯飞用好像当时是十美 我记不清楚 楼顶是个大洋局 可以从高处 四面连略纽约的风光 既可以见识曼哈顿的繁华 也可以欣赏哈德圣河 还可以清楚看见 纽约海港内 自由岛上的自由女神像 这是因为当天就要回费城 所以没有去看自由女神像 不过后来我还是登上去过的 二十多年前 纽约的繁华 就已经不亚于现在中国的一线城市 难怪会被公认为世界第一城市 那是我唯一一次参观旧的斯贸大厦 九尔恐怖袭击发生 我刚从香港结婚回来 回到费城 还不到一个月 但是我好像时差都没有调整好 有点迷迷糊糊的 在实验室做实验 突然同事们告诉 斯贸大厦被两架飞机先后撞了 大家都非常镇静恐怖分子的疯狂 基本没先做实验 不久以后 美国也很快开始进入阿富汗 打击恐怖分子 911不绝就过去二十年了 这几个月美国非常狼狼 从阿富汗撤去 二十年前 被美国推翻的塔利班 重新在阿富汗执政 好像阿富汗的一切 都回到了原点 这四片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观看 如果喜欢的话 请给个点赞和关注 谢谢大家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